你看看, 我又輸了 一個月都是露遷 廢話, 你不是 這裡是火火的浪漢家 看來我們遇到攻守了 師父 當然不去 師父 盛蛋哥 好玩嗎? 我們進來幾個小時了 你這麼快上來? 我師父 好, 有興趣的, 坐下來一起玩吧 好, 師父出馬, 看路 第一次見面, 少少的二十萬 好, 我跟 好, 師父 不敢不抑鬱我 五心 這麼有信心 還要進牌看看, 跟我來吧 進來吧 不要浪費時間 好 進來吧 德州撲客 蛇吃三條 德州撲客 大蛇吃西蛇 師兄哥, 真棒 師父, 真棒 好, 真棒 你好 謝謝 師父, 你那天早上十轉職 什麼時候來給我? 雙年我倆合不來, 師父 師父, 小心 我們會所負責人 想邀請你聊聊天 是嗎? 師兄哥 沒事 不用理他 不是 既來此則安之 見識一下 行 小心, 師父 師父, 小心 這邊請 請 難道在這裡見到兩警察理我 師兄哥真的不太好傷 我當差這麼久 也是第一次見到 這麼厲害的賭卒 精彩 讓我來介紹 如果你有留意 社交媒體新聞的話 應該認識他們 師兄哥, 你好 我姓張, 叫我Alex, 行了 Simon Wong 還有螢幕的那位是Mr. Wix 是美國賭場聯盟的總顧問 歡迎來到這裡 我也好 我坐在旁邊說 好 警方加社交媒體 還有美國賭協聯盟的代表 這個組合也挺有趣的 這麼大壇事 不會只派錢這麼簡單吧 之前也有聽過 師兄哥的倒數透明 而你, 你當我們這次的教育當中 唯一一個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完成我們所有賊死的人 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現場所有的監獄器 都錄得你是毫無破債 你不是告訴我這個是真正人秀嗎 我想你應該有聽過 不過, 美國黨業界裡有一個黑名單 叫做Black Book 很多老千玩21點的時候會偷取數牌 然後計算他們勝算獲利 增加批牌數量之後 數牌這招就行不通 但是出尊手法也對時並進 在九十五個中期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一群精英找出竅門 成功在拉斯維加斯 贏了一大筆 直到後來, 有調查人員 查到他的底部, 錄下他的樣子 全都傳給全世界所有賭場 讓他們也不侵他們玩 這個就是Black Book的由來 對, 那你到底想說什麼? 這次Mr.Y的Dex公司 想建立一套比Bag Book更龐大的系統 而不再停留在應援的層面上 他們要將全世界所有老千的出錢手法 全部錄下 連同一個全面性的預防老千系統 可以讓全世界的賭場使用 所以這次他才可以出這麼高的研究費 將盡所謂的牌錢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要過去監控室, 慢慢談 世晏哥, 你看到了 其實在我們的賭場 每一張賭桌都已經設定了監察系統 目的當然是要記錄下老千的出錢手法 我們記錄下的出錢手法當中 有傳統的出錢手法 也有隔閘了新科技的新派手法 到現在為止 我們記錄到的出錢手法 已經有幾百種了 我們掌握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普遍的手法 當然, 如果是一些高手的手法 我們也要花一點時間去拆解 而當我們收集到所需的數據 我們也會進一步分析 這次我們跟警方合作 所以他們派了梁Sir來協助 梁Sir還沒加入警隊之前 也從事科技界 有負責過科學罪案組 所以這次這個計劃 就由我們三國負責 原來梁Sir, 你這麼猛烈? 聽完我們介紹後, 你覺得怎樣 這些新科技 他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他 我們已經勾勞了 善大哥, 你太謙了 我們的賭場由一開始到現在 已經吸入了很多東南亞 甚至是歐美的賭徒來賺錢 當然, 他們不能過去賭術扣上你 所以我很希望你可以做我們的顧問 業種我們完全一套完美的系統 我為什麼要幫你呢? 善大哥, 今天你在賭場營的錢 都可以全都拿走之餘 我們還會給你一筆 你絕對滿意的籌金 錢?我為夠錢? 跟全世界的老千貨不去? 這麼笨蛋的東西, 別給我利益吧 我們的科學由開始到現在 現在已經錄得五成以上的出錢手法 假如時日很快就錄得七成 甚至八成以上的手法 所以你都清楚 並不是你出賣他們 而是他們到後來的 我很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香港警察也很希望你可以夾餘行動 你什麼時候聽過 賭仔跟警方合作? 只要你肯跟我們合作 你出什麼條件, 我們都會盡量滿足你 你看我吧,一把年紀 身體又弱,不能賣多久 別搞那些老人家了 那我有一群徒弟都可以的 跟他們合作吧 那時彈哥,不如你再考慮清楚 有了我們這筆錢 你甚麼病都已到 都是一億元小的 師父, 回來了 師父…他們帶了你去哪裡? 沒有 梁Sir和兩位主理人帶我去參觀 梁Sir? 為什麼會有警察? 鞠躬? 不是, 你們很適合談 年輕人談談 我去休息一下, 師父 新的一年, 祝各位男士 像兔仔般活潑 祝大家新一年可以到處飛 吃喝玩樂, 玩到盡了 恭喜…